在新北市议员建议款的协助下 综合张和国中的顺利翻新成就的家政教室 不仅改善了教学环境与设备的安全 新颖的设备让学生食安学习 还能跟家庭教育来顺利接轨 张和国中校长 地方里长与各校规宾 开心的在新家政教室搓着象征圆满的汤圆 在新北市议员游辉荣 张维茜及陈景定 三位议员的协助下 张和国中顺利翻新成就的家政教室 希望让孩子愿意走进家里面的厨房 所以我们是跟家里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 那因为现在孩子距离厨房越来越远 外食组越来越多 那么也希望说在基础教育的时候 能够给孩子一个好的食欲概念 一个烹饪的一个基本概念 纵使你在外面外食也能够有一所选择 跟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新教室有七组崭新系统厨具 分组烹饪更有效率 旧家政教室自民国八十多年启用后 从未进行装修 教室环境与设备老旧 还有安全性的疑虑 我们旧的设备因为已经用了非常多年 其实在炉具或是设备上 其实都有很多的破损 那学生在操作上 其实常常也会有一些安全的疑虑 那我觉得就是教室翻新之后 第一个就是更能跟他们的生活 做一些密切的结合 因为炉具是翻新的 他们操作上会比较顺利 那真的可以把在学校学到一些基本的刀工 或者是开火的能力 然后火候的控制大小 这些很基本的烹饪能力带回去家里使用 我觉得整个翻新之后 第一个是学生上课心情一定会愉快 再来是我觉得他们技能方面的学习跟操作 一定会比过去再更顺利一点 新式设备让学校食安教学 与家庭教育顺利接轨 学生更乐于走进厨房 关心自己的食用健康 期待都很幸福 就等会儿 相互 相互 对 相互 相互